作为一个曾经靠老干妈度日的人 十多年时间里面特别爱吃老干妈 当然最近这么多年一直就没怎么吃老干妈了 同时也获得了一个消息 不是我一个人不怎么吃老干妈了 是很多人 因为最近贵州省工商联合会与贵州省企业联合会 共同发布的2022年贵州民营企业100强的榜单里面 贵阳南民老干妈风味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的营收 42亿元位列第11位就落到10名开外了 原来响当当的贵州头牌落到11名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老干妈现在不行了 掉下神坛 老干妈曾经是这个有这么一个创业的故事 这都是我们小时候的事了 是吧 1996年49岁这个桃花壁租下云关村的两间房子 成立贵阳南民老干妈风味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开始生产他自己研发的辣酱96年开始的 但是发展的非常的迅速 这个老干妈的产品行销全中国 甚至于全世界 以至于很多留学生出国的时候的这个主要食谱 就是老干妈占面包 面包占老干妈 吃的特别津津有味 还吸引了很多老外人参与其中 当然老干妈有一个特别的神的这个说法 叫四不原则 桃花壁自己多次强调这个四不原则 第一个是不贷款 第二个是不参股 第三个是不融资 第四个是不上市 对资本市场说不 坚持有多少钱做多少业务 这个确实是比较保守的一种商业思维 但是在这个股市上上下下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当中 大家也认为这不失为一种哲学 一种智慧 但是老干妈确实年龄一直在增长 所以业务基本上是交给两个儿子了 但是从目前来看 老干妈的产品存在一个老化的问题 而不是口味发生什么变化 是这个口味几十年不变了 其实现在冲击这种休闲食品 这种调味酱的市场的人 是越来越多 所以整个对桃花壁的老干妈的经营 是形成了多重压力的 所以我们也特别关心 希望这么一个品牌 不要就这么风光 十几二十年就不在了 还是希望老干妈能够挺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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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